需要 我們用春聯的對聚去做一個 另外組成一個春聯的概念 那我們要用兩組春聯 兩組春聯聚 那我们只要上下连就好了 比方说我们用A组 A组跟B组 那A组的上连跟A组的下连 那A组上连四个字 1 2 3 4加之组成一个字 那A组的下连一样 1 2 3 4组成一个字 那下连的部分 1 2 3组成一个字 那这边也是一样 那这样一组上下连来讲的话 就只组成这里一个字 这里一个字 这里两个字 这里一个字 你说它只有一个句子连续的两个字而已 那B组的接在下面 一样B组的上连在接着 在接着 那所以造成说 我们写出来要春脸的门脸 比方上下脸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这边我们做个区隔 这边做个区隔 那我们这里就是A组的上 A组的上 那这边是A组的上连的另外下面的部分 那这边是A组的下 这也是A组的下 那这里是B组的上 B组的上 那这里是B组的下 B组的下 那最后一个字 我们就用其他的组字 比方说招财敬保 或是有限财这些部分 那这两个字 前面两个字 我们就可以去找 两字春脸的部分 两字吉祥话的部分 比方说我这边就会写吉祥 这边写如意 大一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组法 那传统他们的做法来讲的话 他们这种组字 它是把它改成正方形 它是比方说一个字这样子 它把它去成四个 它说吉祥如意 它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简这样子 变成一个字 放在这里 没有那个组字的概念 它只是把它拆成小字 组在一起而已 那我们要做是说 把它这个字 把它组合在一起 比方说我们写吉祥如意 我们有写过这样子的吗 那我们是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去做 了解 OK 那我现在就示范一组 前面两个就直接 先写着 前面两个字 我直接写福录 开始 然后40加7 那这个A组的上连 4加 借他的土 借他的土 那气 然后再来清伦理 然后再来清伦理 好清的部分 人的部分 接位的部分 好再见 然后再来就是 第二组春联的上句 好新线和养 那 我把三点水提出来 好这边 线的上部分 好这边一个线 好这里可 那羊就要写在这里 新的部分 借这一个点 好去做 新的部分 那核 在这里三点水 叫这一个壳 好新线而言 春市井 所以有没有这个耳朵吗 忘了 忘记了 刚刚这应该要拉长才对 那春市井 让人资本妈提出来 那春 拉在最上头 好 好这里 那金字变的部分 顺便了 那四写在这里 好 轮 加一 那颈 这里 拉长过来 那这最后一个字我们就写其他的组织 那组织你要去找他的一个运生啊 比方说我们上联的部分是重阴的在上联 那我们就找招财进宝 因为招财进宝的读音教报 或者是重阴的部分 是重阴的部分 好那上联就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我们就用增响 前面两支的吉祥的话我们就以增响两支 好这刚好一个对仗 跟刚刚的服录的部分刚好是一个对仗 好那A组的上联 五色祥云 好是这边 那色写在上头 好想的部分 好云 好机散家 那我们把宝盖头拉大 那盒子边 那扇因为待会要用机的结构 好 好 这边 这边在写屯 这边在写屯 相吞云梦 那么把梦写出来 梦我们可以写这个字 双脸再一个细 因为这一个撇出去 往外往左撇 那这边我们再写一个 胸的部分 吞吞云梦 那这边在写屯 梦如红 我们就把气写中间 好上头写如 红 好那下面我们要写 再写个主字 这是有建材 因为它读TU 好那 读音是轻声的 OK 那这样下脸的部分 比较累 所以我们就用另外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写四个字就好了 好我们一样写主字 好这个天 天上的天 因为春典来讲的话 比较不适合去写 一些天长地久的部分 所以我们另外写另外一个 那这个地方 可能可以写圆外的圆 也可以写一圆两圆的圆 都可以 那这个字又念官 官 官位的官 好方便两个字 那这个字又念官 那这个字是诗 赏识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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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氣就是空中的空氣 它是青色的 所以它代表的是天 那如果是赤 這個青改成赤 那個赤色的赤 它就變成地了 因為太陽光照在地上 是紅紅的感覺 就變成地 那男人為什麼會是官 因為它是古代的話 那他們科學考試的話 第一名的是叫解圓 解釋的解圓是圓外的圓 但是那第一名的都是 城裡面的人才拿得到 你外面的人考得正好 一樣只能拿到第二名 那為了避免一些問題 他們就把第二名的部分一樣 變成是也叫做解圓 但是變成這個圓字 做一個區隔 那為什麼是南邊 因為以前中央單位 政府大概都在北邊嘛 所以南方的部分就是 南方的考進去就變成官員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官制 那方便這個是佛家語啦 方便為什麼會變成士 賞士的士它是佛家語 因為他有佛家語的句話叫做 那就賞士於人方便於人 賞士於人方便於人 那就是帕達這兩句話 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就變成方便 方便給別人 就是賞士給別人 給他一個恩惠的一個意思 給他一個恩惠的一個意思 就變成一個詞 那財主為什麼會變成說 變成是福 因為古代他們認為有福的人 就是有土地的 有土地的 不然就是有錢的 很有錢的 那這兩個有的 他就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 那財主就是有給他人 有錢人家 所以他就是一個有福氣的人 那這個跟我們有另外一個 有異曲同風之妙 有一個天長地久 天的話就是清氣 那長呢 長的話就是萬丈 就把左邊寫萬 右邊寫丈 那變長 那地的部分有兩種寫法 剛剛我講的一個就是刺 刺氣 左邊寫刺 右邊寫氣 另外一個寫法是垂直的寫下來山水土 上頭寫山 中間寫水 下面寫土 因為 地的話就是有這三種 大自然的景物 有山 有水 有土 造成就變成地 那天長地久的九就是多年 左邊寫多 在這裡 要賺錢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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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水 有水 所有 沒有水 經驚 這 灯 是